民进党中常会 民进党立委李俊逸步入会议室 图 记者即相如社记者陶本和 台北报导针对民进党内总统初选 可能会在本周三中职会中 演绎初选时程延后的可能 民进党立委李俊逸表示 党内初选像是打开潘朵拉的盒子 拉拉队群魔乱舞 保德乌烟瘴气 呼吁紧速关闭潘朵拉的盒子 重新让民众支持民进党 针对党内进来 在总统蔡英文 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将持不下 双方阵营互有攻击情势发生 李俊逸于脸书上表示 这几天扫街 许多乡亲都表达了对初选制度的担忧 包括造成互相攻击党分裂的问题 另外是民调电话是否有公正性 以及会不会有人刻意配合其他党派进行反运作 李俊逸表示 民进党是一个坚持民主价值 引领社会进步的政党 长久以来初选制度的可贵让一样有理想的同志 加入参选 可以让人民选择支持的人 但 为什么相亲会有对初选制度的疑虑 这是因为横柴入造所造成 李俊逸指出 蔡英文跟赖清德都有支持者拥护 两江对垒 旁边的拉拉队过于心急 喊出攻守战略 包括选边站 开临时拳带会 暂停初选等 如果都是真 的 那显见拉拉队想走捷径 横柴如何入门 拉拉队心想 既然门不够大 那就打掉小门 甚至干脆就把门给拆了 如此一来 当然引起基层民众的担忧 在立委初选方面 李俊逸表示 以全民调方式决定提名候选人 是想要找出最大公约数 但现在选民已经不像 以前了 被全民调寻划的应变友方 会不会被其他党派进行反操作 松明的嘉义市民已经嗅到问题了 在党内分裂问题上 李俊逸认为难免 但君子之争 应该是要把伤害降低到最小 若借由私下放话 借此攻击对手 进而巩固自己势力 无意是对民进党造成内伤 他认为 要重新让民众支持民进党 首要的工作是紧速关闭潘朵拉的盒子 让一切回归到合理 公平 程序正义的初选制度上 这才是接地气的表现